中华武术,远远流长,南泉北腿,武学门派伶立,流派分成 地处静云山脉和华银山路峡谷地带的北贝复兴镇,山清水秀,风景优美 数百年来上武之风盛行,传承着俄眉派的重要武学一脉,复兴贺家泉 复兴贺家泉时由武功发脉,是在明末清初 公元1645年闯王李自成,兵败湖北九宫山 一战将携旗远逃至重庆北贝,流落于复兴场,被当地大户贺家收留 许其以看家护院之职,闲暇时传授贺家弟子一些拳脚兵械功夫,以做防身之诱 但真正意义上的贺家泉主要形成于清乾隆年间 峨眉山至善长老,云有道复兴场,传学受益 贺家后人贺良春的父亲,因自幼习武,便拜师学艺 经过几十年的研学,直到贺良春一辈,复兴贺家泉才形成完整的体系和套路 贺良春,自国清,幼年随复学武,奸习,医术 青年时,游学四方,仿有求教,曲长补短,对家传的拳,谢,功法,祭七诸公进行完善 形成了传承至今的复兴贺家拳 复兴贺家拳主要分为功法、手法、套路、器械等几个方面 功法,以海字静为代表,海字静又名少林铁板功 因练功发尽时,吐气发声,海字而得名 是一套完整的硬气功法,为练习贺家拳的必修之功法 手法包拓,沉托手 荷叶掌 十字锤 海底捞虾 踩边布 车车扣等 套路主要包括总侧 八步桩 神武拳 板凳拳 地牌等 器械中最具特色的是羊角底 羊角底是极具巴鱼特色和文化特征的传统兵器 取熊剑之公羊头骨装饰组合而成 表演时 身穿八鱼兽皮衣裤 坦肩 时而长肌持取敌之要害 时而诱敌深入 变化巧妙 为复兴贺家拳的代表器械 其他器械 还有 关公刀 月牙铲 开山斧 盘龙棍 南普剑 单鞭 双剑 白鹤刀等 复兴贺家拳 在峨眉派武功风格的基础上 结合传承主体的自身优势和长处 形成今日贺家拳独到的武功特点 工房结合 脚稳装碍 手画圆弧 掌指变用 肘膝交加 腿法低猛 全部棘身 置棘学 善取对手下三段 讲求实战 出拳有力 爆发力强 哀声靠打 善用五丰六轴 钩 钻 锁 擎拿等手法 由身囚禁 以布置人 鞋肘擎拿 发挥其哀声靠打的威力 是重庆武术文化的重要代表 激烈的工房技术和人生修行 合二为一 是中国武术传统道德观念的体现 复兴贺家拳 在数百年传承中 教武育人 始终把未曾习武 先学礼 夫曾习武 先习德 等道德标准放在首位 提倡 众礼仪 见道德 尚武重德 尊师爱幼 讲礼守信 建议勇为 以形成重要的道德价值理念 赫家拳 具有完整体系的武术套路 对人体速度 力量 灵巧 耐力 柔韧等身体素质 要求较高 对外 能力关节 强筋骨 撞体魄 对内 能理脏肺 通经脉 调精神 对调节内环境的平衡 调养气血 改善人体机能 强体健身 陶冶情操 提升意念 有重要的健康修养价值 复兴赫家拳 传承至今 其实战性逐渐淡化 但对外交流表演的社会价值 逐步凸显 近些年来 以刘子军老先生 为代表的传承人们 为了弘扬传承 贺家全文化 多次参加 国内外各种大型武术盛事 2004年 参加浙江桃花岛武林大会 2005年 赴云南开园 参加首届中国传统武术节 2006年 到嵩山少林寺 参加中国第二届传统武术节 2007年 远赴香港 参加国际武术大奖赛 摘金夺赢 名动一方 和弟子们累计 累计获得各类奖项 200余次 不但极大的拓宽了 复兴赫家全的传承范围 更通过体育竞技 文化交流等方式 将巴鱼文化充分地展现给世人 刘子军 1920年出生于北备复兴镇 为复兴赫家全的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 毕生致力于赫家全的传播和传承 收徒四十余人 从2008年3月开始 先后累计投入十五万余元 招收弟子 对复兴赫家全的功法和套路的清理工作 整理出复兴赫家全传统套路体系 整理权谱 编写书籍 并组织录制代表性传承人 武功套路影像资料 向文化体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制定复兴赫家全的保护计划和措施 不断扩大赫家全的传承主体和基础 复兴赫家全是重庆地区武术文化的重要代表 也是中华武术的组成部分之一 经历数百年传承和发展 其自身优秀的主体特征和杰出价值 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在讲究健康养生的今天和未来 资金赫家全更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成为人们追求的重要健康运动方式 Zither Harp Zither Harp